谈点小组织 骚礼骚气的梗 火影忍者作为一部热血战斗漫 有关于战略的话题一直是观众们喜欢讨论的 而其中的小组织成员是火影里最神秘 同时也是按门刻画最成功的反派 每个角色都身穿祥云黑袍 制服控直呼受不了 最离谱的是每个人都涂着鲜艳的指甲油 就连脚指甲都涂 小的特点啊不光骚 装逼也是一流 比如出场自带BGM的配恩 走路只楼半只手的与之不佑 无论多骚 逼格多高 他们都离不开一个字 死 而案本老师对每位成员的死都刻画得非常深刻 鬼叫为了手术情报召唤鲨鱼自杀 观众在目瞪口呆时也发出了由衷的称赞 赤杀这些为父母而迟疑了片刻 最后被打败 让观众看到战胜强敌 而长叔一口气的同时也开始同情 并了解这个没有童年的可怜之人 但不知道是案本的无心之举 还是有意而为之 小组织的成员在去世时都有一个共同点 脱了衣服 于是便有了小组织这个脱衣必死的梗 配恩豹衣被太子用丸子搓死 长门就不说了 连裤子不穿 直接被名人近身后口死 鬼叫自杀时也是光着膀子的 迪达拉也是先脱了衣服 再变成排大星 大手腕被诱捅的时候可谓是一丝不挂 看来啊就算是脱离了小 也依旧逃不过这个诅咒啊 又被麒麟打掉外套怒开虚阻 然后也死了 这时可能有观众问了 我小男姐怎么没脱衣服呢 我笑了笑 小男脱衣这段能播吗 你想看的话就去收关键字